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11月30日 星期三 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 我是林欣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烏鲁木齐火灾事件 可能成为压跨中国民众的最后一根稻草 各地人民纷纷站出来掀起白纸革命 不少居住在海外的中国民众 爆发力挺台湾的浪潮 资深媒体人齿板名呼直言 习近平的统治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了 下面来看报道 据三立新闻网报道 近日在伦敦的中共大使馆前 聚集了无数的中国民众 悼念在中国因为独裁专制 而受到迫害的同胞 要求习近平下台负责 一名中国民众表示 不论是香港人、台湾人 还是来自哪里的人 都应该团结起来 紧接着现场无数民众高呼 反对武统、香港加油和台湾加油等口号 28日此班名呼表示 习近平和下任国务院总理李强 都曾任上海市委书记 上海是习派的大本营之一 在上海出现要求习下台的声音 可以说是莫大的讽刺 使用白纸抗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意 可以解释为 期望推翻现在的制度 从零开始建设新国家 他认为这些抗议活动的道火线 是在卡达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 大家从电视转播看到 成千上万的观众聚集在一起 都没有戴口罩 染疫后康复的星球 生龙活虎地奔跑在球场上 大家发现政府在骗人 如此大规模的抗议 习近平被民众公开要求下台 在独裁国家绝对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另据《印度时报》报道 29日印度前外交部次长顾凯杰发表评论 说白纸运动与天安门事件的高度雷同 不论如何处理 结果都不利于习近平 在领导层不断吹嘘中国模式的情况下 在二十大中也没有人想提到 太清零防疫政策退场方案 正是这种将公共卫生危机 当成宣传机会的做法 剥下了现今政治危机的种子 而北京可能有两种做法 继续现今抗疫政策 并以武力镇压民分 或是放宽清零 但引发疫情爆发 突显政策失败 而这两种结果都对习近平不利 而八九民运领袖王丹 与多名民运人士共同签处的 告解放军官兵、武警官兵、警察书 另有黄军头等42人发出一份 告中国人民书 兼致人大委员长律战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政协主席汪洋公开信 信中说 目前中国各地都出现激愤的民众抗议活动 要求结束动态清零政策 并要求一以沽行 不顾民生疾苦、背异医学专家共识 坚持残酷的动态清零政策 使得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第一负责人 习近平下台 在过去十年 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 一步步走上了一条 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相背离 与世界主流价值相对抗的不归之路 政治上定于一尊 经济上各进民退 民主、法治变成集权专制 社会、文化各方面全面倒退 人民已做出选择 习近平下台 27日海外知名网络论坛充上 有突破防火牆的中国网友 转发了一份据称 由上海市民的Telegram群组发出的公告 号召上海市民在27日晚上 齐聚上海市黄埔区人民大道 衝入政府大厅 佔领上海市政府 成立新政府 当晚虽然没有发生市民佔领市政府的事件 但是这份公告引起了中国网友的热烈回响 网友们纷纷表达了支持的立场 当晚 在上海市街头出现了大批白色防暴车 网友质疑是不是上海要出大事 当局要有大动作 近日包括北上港深在内 和白纸有关的抗争活动持续发酵 Telegram和Discord等平台上出现大量 和抗议有关的群组 号召更多的民众获取抗争信息 下面来看报道 自由时报报道称 据Discord群组之一的白纸公民发布的公告 群组的使命是停止封控 拒绝强制全民核酸 释放被捕抗议人士 允许民众自由悼念遇难者 并列出三大诉求 放开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舍自由及罢工自由 赔偿乌鲁木齐火灾越难者及声援行动者 建立纪念碑、救助下方失业工人及困难学生 恢复生产秩序 另有很多番范访问警告说 中共网警正在加大力度滲透海外社媒 有时会采取钓鱼的方式 开设很多假冒群组、诱骗使用者上当 而在电报群中 经常有莫名人士加好有吐话的现象 希望中国网民警惕不要上当 导致个人信息泄漏 同时 中共在全国各地派遣大量警力 有很多人机智应对 网传照片显示 一位男青年在租道警察盘文后 将白纸返转 露出后面写的七个大字 请大家不要聚集 被网友赞为机智哥 还有网友说 上午在外面遇到便衣当面查手机 于是他把手机拿出解锁 主业有一个大大的 国家反诈中心 学习强国 还没打开行程卡 便衣就叫他走了 网友说 这是推特的软件偽装的 国家反诈中心也是假的 实为GitHub软件 另外28日 香港中文大学校内多处彰帖悼念标语 数十人到现场哀悼 不少学生遭到警卫盘查 香港证会大学也出现声援文宣 支持大陆的民主抗争 还有数十香港市民到中环器院参加燭光悼念集会 其中参与2019年香港反送中的社运人士王婆婆 也拿着黄色雨傘出席 但是不幸遭到一名男子襲擊之后跌倒 消息引发国界憤慨 加州大学何彬分校 汉学家林培瑞教授认为 目前的事件可以称为 自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 中国最具对抗性的街头事件 是全国性的抗议事件 中国战略分析智庫研究员邓文 发布评论指出 中国已经引辱着一场社会变革运动 如果这个时候防疫政策停止 表明北京过去三年的政策是失败的 将会严重削弱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中国多个大城市掀起白纸运动 上海企业主透露 当局在主要区域实施宵禁 各区接到处备物资通知 马路上有民众被随机查看手机 下面来看报道 上周末假期 大陆多地民众在社交媒体推特传出 大量以白纸运动形式 抗议中共长期封控的视像 29日 上海企业主汪先生 向本台透露 晚上10点以后 特别在乌鲁木齐路一带的酒吧 全部停止营业 他说 今天我知道的几个消息 上海慢慢通知也下来了 一个是10点以后 这个合康里的所有酒吧要禁止营业 全部不准营业 就类似宵禁 还有一个是 各个地方各个区域 也接到要处备不少于60天的防疫物资 是以应付特法公共卫生事件名义 他们已经行到做 如果事态进一步扩大 可能会等于全员静默 宵禁戒严这种动作 我觉得他们有两手准备 29日晚twitter一个视频中 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 外媒路透记者问 因为人们肯度廣泛的表达 清零政策失望与不满 中国是否考虑结束他 官员答道 你谈到的有关事情与事实不符 据介绍 被押響地的这名男子 27日下午 在乌鲁木齐中路与安福路交叉口马路中央 大叫No COVID-test 随后被民警制服带走 汪先生认为 一旦戒严 当局可以慢慢捉人 上海监控这么发达 你有没有去到?是哪一个? 他戒严 然后将蠢蠢欲动假准备去夹 去过假全部捉走 或者睡戒 上门警告 那这件事就罵不起来了 已经在做这个准备 另外我今天收到几个朋友发来的通知 每个区都在做物资准备 就是封控 封控封什么呢? 有可能是白纸运动 借这个来掌控是最好的 然后现在走向马路 到处都在查 除机、查手机 这个不是侵犯人权吗? 现在上海正在这样做 有网民说 你们知道会遭到怎么样的镇压 但你们还是挺身而出 你们是英雄 感谢勇敢的人们 再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撥开乌云 汪先生还说 一切要保住领袖的面子 第二就是要维稳 现在是这个套路 经济就不要说了 大不了印钱就是了 算红二代卦 我们私底下说的一句话 都是流矮 怕什么? 手里面又没枪 撓不起来的 他们就是这样的定义 令人欣慰的是 不少大陆律师晒出自己的手机号 表示愿意 为这次参与抗议运动的民众 免费提供法律咨询 BBC记者盧伦斯 在上海报道示威活动的时候 被警察嘔打逮捕 引发国际外交事件 英国政府29日 就此事 传唤中共驻伦敦大使 表达憤慨 下面来看报道 根据法新社的说法 中共驻伦敦大使鄭泽光 已经因为记者被捕一事遭到传闻 英国外交大臣阿维纳 在罗马联加参加不约外长峰会时表示 外交部下达指令 要求就此事召见中方大使 因为保护媒体自由至关重要 这是英国政府信念体系的核心 在记者被捕事件爆发后 英国首相蘇立克发布批评 他在伦敦市长演会上指出 中方面对国内的抗议事件 选择进一步镇压 还襲击了一名BBC记者 蘇立克说 我们认识到 中国对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 構成了系统性挑战 随着它发展成更严重的威权主义 这一挑战变得更加尖銳 在他的第一次外交政策演讲中 蘇立克强调 英国与北京关系的所谓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对中国的立场需要改变 英国将与包括美国、加拿大、奥特尼亚 和日本在内的盟友合作 以实用主义为基点 管理日益激烈的对中竞争 它反对使用冷战言论来描维双边关系 并表示全球经济稳定等领域 不能够简单地忽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 BBC分析师马森表示 在蘇立克发布言论之后 外界得知了英国政府 开始描述中方的系统性挑战 更多的国安、外交策略 将在新的一年内补充细节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18日前往现场 参观视射洲制弹道飞弹 火星17型 除后 北韩官媒释出 当日金正恩和女儿一齐出席的照片 南韩专家指出 其女未来很有可能继承金正恩的地位 成为北韩第一位女性领导人 下面来看报道 报道指出 当时金正恩前往视射现场 与士兵及科学家合影留念 同时也牵着女儿一同合影 这个也是金正恩女儿第二度亮相 虽然朝鲜官媒尚未正式公布其资讯 但据外界推测 此女是金正恩的十岁大的女儿金珠外 也是金正恩的第二位子女 同时外界也普遍认为 依照过去朝鲜的政治惯例与态度来看 这一次葵女出席是金正恩黑以为之 虽然外界过去普遍认为 朝鲜将不会接受女性作为领导人 但这次金正恩葵女出巡 在政治惯例上具有特别意义 朝鲜领导人享有年时期 即被视为接班人的情形并不少见 金正恩本人也是在八岁时 受到金正日指定为期接班人 并由金正日带领参与各种场合 金正恩表示建立核武力量 是为了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尊严及主权 最终目的是在本世纪内拥有世上最强战略力量 韩国朝鲜大学院总长梁茂俊 也指出金正恩的动机 就是在释出信息 表示只有核武才能保证下一代的未来 一旦金珠外确定接班 他将会成为北韩第一位女性领导人 也是整个朝鲜半岛史上 第五位女性领导人 好了 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 多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